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和大家讲一讲蛆虫药 那么蛆虫药呢 这里面性能特点呢 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来看具体的药品 那么具体的药品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药品 叫死君子 OK 死君子 我们来讲讲死君子 那么这个死君子啊 其实啊 它是有个小典故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大家听我讲 看着我就可以了 是吧 我说了还好 杨老师长得黑可以辟邪对吧 那么多看讲 晚上可以睡得香对不对 OK 那么这里面呀 我们说有一个典故 那么很多同学说这个死君子啊 这个死君是什么意思 这个死君 注意啊 这个死君是指的是谁呢 是指的是刘死君 刘死君呢 很多同学可能不知道 但是我说他肯定知道了 谁呀刘备 注意刘备 那么死君子呢 就是刘备的 是刘备的儿子 对了 这个药品呢 是谁发现的呢 是刘备的儿子 刘备的儿子是谁呀 是阿斗 是吧 如果刘备的儿子你都不知道 那你就是阿斗了 因为这是我们常识啊 是吧 我们不能说 小的时候学过东西 全部还给我们那些老师了 那不行 是吧 最起码的肚子里面有点祸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吗 阿斗啊 有几个故事 被留下来了 一个叫勒伯思索 另外一个就是阿斗的什么呢 发现了死君子 那么大家都知道阿斗呢 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二傻子 啊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二傻子哟 这小二傻子天生一饼啊 小的时候就跟别人不一样 那么小的时候呢 人家呢 喜欢吃什么 吃米饭 是吧 喝汤 而我们的阿斗呢 不 他不喜欢吃这东西 他喜欢吃什么呢 喜欢吃这个小石头块啊 小土块啊 小草啊 等等 那么我想问你 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吃这东西 你猜 有什么原因啊 什么问题早知的呀 一般来说体内有什么 体内有虫鸡 对了 体内有虫子 那么这个阿斗啊 不仅仅喜欢这个 还喜欢什么呢 还喜欢捉迷腸 你知道吗 阿斗你别看他傻哦 他捉迷腸可有一套 有的时候 他的耐力特别的强 有的时候捉迷腸躲在那 一躲就是两三天 那么最可恨的就是 我们那些随从们 跟他捉迷腸找不够到的 这就是我们阿斗的本事了 那么有一次啊 他呢 跟这些侍从们呢 又出去玩了 那么出去玩了 又捉迷腸 捉迷腸 他这一次又藏起来了 藏起来你知道吗 侍从们又找不到了 侍从们 足足找了两天 没找到的 那么 这里面刘备忙啊 是吧 也没关心这个事情 后来这个侍从们 就回来报告他了 就开始找了 那么还没等 大家都开始找 阿斗就回来了 啊 他滴滴答答的 提着一兜的东西回来了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使君子 那么原来呀 阿斗躲在那 不是饿吗 饿 然后呢 就吃这个东西啊 那么这东西啊 知道吗 特别的香 尤其是炒完以后 炒完以后像什么呢 像茴香豆一样 你看 是不是好吃啊 对吧 所以说他就吃这个 充饥了 回来了 那么回来以后 他发生变化了 刘备很害怕 为什么 因为原来呢 他不喜欢吃米饭的 好家伙 这次他吃米饭了 把刘备吓得半死 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 注意哦 说原来不正常的 是吧 一直不正常 他就倒没事 一旦突然正常了 害怕了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哦 原来他肚子里面的虫子呀 被打掉了 那么什么原因打掉的呢 就是我们的死君子 是吧 体内有虫鸡 哎 他能够消极杀虫 后来呀 人们呢 傲向 这个东西啊 可能是不是能够消极杀虫呢 后来就研究发现 哎 的确是死君子 可以来消极杀虫 用于什么 用于小儿 一般来说 一到一点五粒 一天不超过多少粒 不超过二十粒 这是一个考点 另外一个考点 消极杀虫 OK 死君子呢 杨老师呢 就把他讲完了 对吧 因为死君子这里面 可以导致什么 呕逆呀 呕吐啊 悬晕呀 等等 所以说不宜大计量的使用 OK 死君子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苦练皮 那么苦练皮 让我们想到 前面学过一个药物 理气药物 叫什么 叫穿链子 对了 那么穿链子 那么苦练皮 让我们想到什么 想到浑身起鸡皮疙的 那么浑身起鸡皮疙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药 可能治疗什么病 皮肤病 而我们这个药 恰恰能够什么 治疗皮肤病 疗血 疗血 治疗什么 剂血呀 湿疮啊 等等 那么同时呢 他还能够杀虫 那么我们穿链子 能不能杀虫啊 也能杀虫 所以说他俩 就能够杀虫 疗血 是吧 那么但是 有个特点啊 这个苦练皮呢 他不宜大计量的使用 因为有毒 有毒容易出现什么 出现中毒 中毒 那么我们再来看什么呢 小槟榔 那么槟榔呢 是重点要 那么槟榔 大家想象一下 哪个地方有槟榔 哪个地方喜欢吃槟榔 哪个地方啊 台湾 海南 对不对 对了 那么你想啊 为什么台湾 海南 这些地方 喜欢吃槟榔呢 哦 主要是台湾 海南 这些地方啊 天气比较温暖 那么温暖啊 寄生虫比较多 那么有的时候呢 容易出现什么 出现虐疾啊 有的时候啊 出现什么 出现拉肚子呀 是这么回事 那么槟榔 各位亲 你知道吗 以前呢 槟榔啊 他没有木字旁 他是这个槟榔 那么槟榔 这个槟呢 是指的是贵槟 郎呢 是指的是郎君 那么这是对一个什么 对是一个人的一个尊臣 那么以前呢 我们如果到海南 到台湾这些地方去旅游 那么我们的主人呢 就会把这个槟榔 拿过来招待你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知道你到南方去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出现水土不服 容易出现拉肚子 闹肚子 容易拉吸 是这么回事 所以说槟榔能干什么 治疗瘧疾 治疗什么 治疗虫子 虫肌 拉吸 就是我们说拉肚子 拉肚子 那么槟榔的另外一个考点 是什么呢 行气沥水 那么行气沥水呢 一般来说呢 老师喜欢概括 概括呢 一般来说呢 喜欢什么 写着什么 叫气 喜欢水 叫气水 那么这里面怎么讲呢 你看啊 我们说很多时候啊 到我们的海南 到我们的台湾 这地方去旅游 有的时候呢 会出现什么 水土不服 水土不服 就容易闹肚子 那么闹肚子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买冰榔 那么有的时候 你不要着急 是吧 冰榔到哪些地方 就能买着呢 在一些卖汽水的地方 注意 卖汽水的地方 就能买着 汽水就是行气沥水 OK 那么有的时候 你这么去寄它 就可以了 那么行气沥水呢 能够治疗什么 治疗水肿啊 脚气肿痛啊 等等 这就是我们冰榔 它的一个主要的考点 那么考试 经常会考这个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冰榔用的时候呢 一般来说 驱掏虫呢 姜片虫呢 一般30到60克 这是另外一个考点 大家呢 抓住这几个点 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 我们学习 是吧 我们考试 我们得知道 这种考试 这种医师考试 它的考点在什么地方 侧重点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话 就有力画试 有地方试 是吧 那么老师在讲课的时候 老师课件上里面 有什么笔记 你就要写什么笔记 然后画什么地方 你就画什么地方 只有这样 你才能跟着老师的步伐 我们才能带着你 是吧 通过我们的考试 啊 那么这块呢 冰榔呢 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雷丸 雷丸呢 这里面主要是杀虫 是吧 那么实际上 你知道吗 在中奥学当中 有两个带雷的药物 一个是雷公藤 还有一个是雷丸 那么雷公藤 雷丸都是雷字背的 是吧 雷字背的东西 能够杀虫 那么这里面不禁让我想到什么 讲到在生活中 有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一个驱蚊的东西 叫什么 叫雷达 雷达 杀杀杀 雷丸 雷公藤 杀杀杀杀杀什么 杀虫 OK 掌握这个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 这位药 这位药呢 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主要是论藏为主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和大家讲的驱虫药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消食药和驱虫药放在胯 进行一个总结消息 那么在消食药当中 我们要求大家重点掌握的一个三渣 三渣 常吃三渣 减肥 降脂 又降压 降压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活血 是吧 扩张血管 能够散瘀 治疗瘀血的痛痛 那么另外一个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喝三渣汁 为什么 因为吃火锅的时候吃羊肉牛肉容易上火 吃三渣能够行气 不上火 另外一个三渣是酸的能够消除肉食之机 同时要注意哦 三渣对于胃酸过多的人不宜使用 然后我们又学了什么呢 又学了我们的神曲 神曲呢 它也能够消食 一般来说用于治疗什么有感冒的啊 有食肌的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又学了什么来福子 来福子呢 我说的就是萝卜籽 那么它能够什么 它能够降气化碳 那么同时我们又学了什么肌内经 肌内经消息 消肌 同时能够消什么 消石头啊 治疗石头这块 同时呢 能够治疗什么 一经 你要完 等等 那么同时呢 我们又学了什么死君子 那么死君子不超过多少例 二十例是吧 死君子屈虫消肌 那么同时呢 我们讲了什么呢 槟榔是吧 槟榔是重点 槟榔呢 这里面屈虫消肌 同时要注意 还能治疗瘧疾 那么在什么地方 可以买到槟榔呢 在卖汽水的地方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和大家讲的 屈虫药和消石药 其实我在这一讲当中 给大家讲了几个故事 是吧 一个故事呢 就是我们的 是吧 来夫子啊 现实中的老师的切身体会的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死君子的故事 同时呢 我们讲了一些生活中的运用 生活中运用的是什么 像我们的三扎的运用啊 像我们的槟榔的运用啊 等等 那么希望同学们呢 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 也要借鉴 闫老师的这些方法 把我们中药学 放到我们生活中去 只有你对他产生了兴趣 那么才能够什么 才能够学习的时候呢 不那么累 是吧 同样的你自己想想看 说以前呢 说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如果对一个女孩有兴趣 是吧 那么我想问你 你做事情的时候 你会感觉累吗 绝对不感觉不累 对吧 说有的时候天天给他打水 你都感觉什么 不累 所以说学习也是这样的 兴趣是关键 那么我希望同学们呢 继续坚持 那么同样的 在这最后呢 老师给大家送一句话 是吧 那么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 是吧 只不过是懂得坚持的人太少 希望同学们学到这 继续坚持 那么本讲呢 我们就先和大家讲到这 非常地感谢大家 再见